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吃一条街 这条街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 为什么说是吃货的天堂呢 因为一整条街都是小吃 然后旁边还有一所大学 大学门口都有什么好吃的 苏妍 你想去吗 想啊 走吧 走 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 我们还要大概24分钟才能到 他们第五大带那边全部是市的嘛 你们是去吃东西的吗 对对 我们在第四大带排队排得特别长 排得这样子排过去 然后马上又反过来 一再一再排回来 一再一再等一下 没有什么好吃的嘛 吃不吃过没有 我没吃过 我妈吃过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非常有名的小吃街了 你看后面吃哦 那一台全是吃的 可能是因为今天下雨 然后加上今天是工作日 所以这条街上的人不是特别多 平时的人都超多的 听那个司机说 还有一些保安来维持秩序 今天我们要来尝试的就是一家 菠巴特洞 家菠巴特洞听说每天都有人排队 尽管是在人这么少的情况下 还是有人排队 那到底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苏月我们一起去吃吧 走啊 那我就站在这 找不到踏脚的 发现一个问题 那边排队拿号双 还得去那边排队拿醋 只有糖醋麻辣糖椒干拌什么 那都有来三个小份的 我们刚才为了拿这张单号 已经等了将近十几二十分钟 现在我们要重新 再等个十几二十分钟 去拿我们的土豆 又冷又饿又累 还下着毛毛雨还要排两次队伍 我以为我排一次就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还要排第二次 现在呢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三份土豆 找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地方 去坐下来吧 这些土豆吃完 走吧 这样喝豆腐脑吗 真有错的地方 好嘞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 完全可以遮风避雨 出面来尝一下 这下的豆腐脑怎么样 这个豆腐脑上面黄色的是什么呀 蜜色的酥的 上面还有鱼芯 这真的很好吃 外酥里嫩 一口咬下去还能听到那种 咯吱咯吱咯吱的声音 但是里面呢又特别的软糯 这个糖特别咬吱特别好吃 鱼芯的外面是特别特别脆的 像那种薯片一样 是比较厚的那种薯片 然后里面是那种糯糯的 就那种脆脆的 咯吱咯吱咯吱的 又想去买一份了 怎么办 感觉我们俩不够吃了 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麻辣 我感觉这个麻辣味的看得起 好辣好辣好辣 这个还不错 这个辣椒粉 特别像你吃酥肉的时候 摘的那种辣椒粉 感觉还不错哦 重点我觉得这家土豆的特点 可能就是外面脆嫩 就是外面特别脆 然后里面又是软软糯糯的 特别好吃 我们来吃一下这个藤椒味 这个可怕的鱼芯 差一个藤椒味的 我以前都不知道 现在土豆还可以做成藤椒味的 这个酱料 有点像泡椒鸡爪的那种酱料 就来吃一个 你觉得怎么样 感觉好像生菜鱼的味道 是好像对对对 就那种生菜鱼泡椒粉爪的感觉 说真的呢 对还是没有白排的 锅巴土豆 锅巴土豆嘛 真的吃完之后 才知道它为什么叫锅巴土豆 但是对于这三款土豆来说呢 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糖素麻辣味的 其他的呢 可能就比较一般了 等下来尝试小伙伴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这家的 糖素麻辣味的锅巴土豆 其他的呢 我就觉得好像就很一般 但是它的口感就很不特 难怪又有这么多人排队了 这么快就下雨了 哎 本来还想给金汉青带一份的 算了算了算了 回家吧回家吧